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都觉得它是我在这些旅游的经验里面 我觉得是最让人惊艳 就是你走到那边就是无处不是风景的感觉 对 然后也遇到了一些特别的事情 什么事情 要讲吗 你可以简单讲 迷路了还是 没有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国中刚毕业升高中 就是大概14岁的时候吧 14 15岁 反正那时候我就是还是高中一年级 还没升高一的很小的年纪的时候 我就跟高雄市政府举办了一个高中生交流团体 然后一起到土耳其那边去做学校的交流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当地的地培就有点像导游 是土耳其人 然后他就很喜欢我 然后就是他会在大家面前就是会比较照顾我之类的 然后或者是他用土耳其语去跟当地的人讲话的时候 譬如说他帮大家买冰淇淋 他就会特别帮我买大份一点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知道我刚刚跟那个小贩 Fender就是卖东西的人说什么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我请他给你多一点冰淇淋 因为你是很重要的人 然后我就 我不是刚见面 我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然后后来那个交流团快要结束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住高雄嘛 就是大家一起坐飞机回高雄的时候 然后那个地培他就要先回土耳其他老家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问我说 Hilda你要不要回我老家跟我一起看看 我想说是求婚嘛 留下来或者跟我走 我就说不好吧 我才15岁 我没有钱 我也没有钱买多余的机票 也没有成年 重点是犯法 而且也没有签证啊 那个时候应该也要申请签证之类 他就说可是我的家乡非常美 你怎么在地中海附近啊 然后风景很好 我真的很希望你可以看到 对 然后从此之后我就觉得 土耳其的人是不是很热情 这样子 所以他也是高中生 他没有他是 那个时候应该是大学生 他在台湾念大学 哦 嗯 所以年纪应该差不多的 这是一段无疾而终的一国恋 没有恋 没有恋 从头到尾之后 没有结果 充满问号 都会想说 你们我们是在平行时空 有一起 谈恋爱什么吗 不然我什么都没get到之类的 对 因为其实 我相信大家 对于土耳其会有 看到很多漂亮的风景 然后会对土耳其有很多想像 但是 我相信大多数的台湾人 对土耳其还是比较 陌生 大家可能唯有印象可能就是 土耳其冰淇淋 那个老板会一直玩腻 然后还有那个 土耳其的 那个算是艺人吧 吴凤 他在台湾很有名 那其他部分 大家就比较不了解 那这一次我们刚好来到这个 Mosaic Art Studio 然后想要请这边的老板 Harry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Mosaic Art Studio 这个空间 你们主要在做哪一些服务 我们这边就是 我跟客人 介绍的时候 我都说我们这边是疗愈诊所 嗯 就说艺术质量 就是让他们来这边很抒压 就是做漂亮的东西 然后这个过程当然是很疗愈 他们觉得很快乐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开一些 土耳其艺术文化的一些手作课程 让他们体验 那现在也是因为疫情 大家都没办法出国 那他们就是可以来到这里 然后很多人也是一进来 就觉得一秒到土耳其 然后他们就可以做土耳其的艺术 做土耳其的手工业 那他们也可以边喝土耳其红茶 也可以吃点心 就感觉三个小时 飞土耳其 然后再回来 这样 嗯 那当初怎么会选在东门这个位置呢 有什么原因吗 还是就是刚好 呃 当初就是想要在台北市 那也是要在市中心 那假日平日就是很多人去那边 就是要人少多一点的地方 然后就选了东门捷运站 然后来了之后之前对东门也是比较陌生 那这边搬过来之后觉得东门原来是很重要 也是在大安区 那在附近很多学校 嗯 就是军公交都住在这边 那教育也是还蛮高的 然后东门也有很多好吃的 很多人来这边逛 是的 那他们来做做完去吃晚餐或者是中午吃吃完再来 或者是早上做完然后再跟朋友约午餐 嗯 这样子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view除了刚刚Harry讲了说 人潮聚集是一个人流之地之外 因为他虽然在四楼的位置 可是他刚好有一片很大片的这个落地的窗户 然后我们会在信义路的二段 所以你其实从马路的对面 你稍微抬头看就可以看到说 诶四楼有一个玻璃很漂亮 然后透进来全部都是这个马赛克灯的吊饰 摆在悬挂在天花板上面 然后 嗯 其实这个空间里面有很多镜子 然后反射之后就会觉得 哇 整个感觉又更 呃 更捧毙神灰吧 我只能这样讲 就是我们刚刚 我们团队要再进来访问之前 我们就是在东门这边 一抬头 然后看到这个 四楼里面 哇 好多土耳其灯 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像一幅画 因为就是跟旁边的建筑比起来就是 那个明亮度也很高 然后又非常五彩缤纷 就好像被一个画框框起来 一个东门的一个美丽的异国之画 对 好 那就像是我们这个Mosaic Art Studio 它的名字一样 我们这边主要还是做土耳其灯为主 那 对 我们目前是土耳其马赛克灯为主 那我们也有其他的艺术体验课程 比如说浮水画或者是煮土耳其咖啡 那之后也会开这种画土耳其盘子 小盘子 就是陶瓷的一些 陶瓷的画 对对对 就是这边看他们要什么颜色 什么图案 什么画都可以 嗯 原来如此 那我是蛮好奇说 这土耳其灯 它一开始是在土耳其怎么开始兴盛的 它的由来是什么 它的由来 因为 你们知道土耳其历史是很悠久的 那土耳其 我们很多人听到土耳其 就会想到伊斯坦堡 嗯 有很多人都认为 土耳其的首都是伊斯坦堡 嗯 但是错的 是安卡拉 嗯 那我们伊斯坦堡以前历史当中也当了三个大国的首都 拜扬庭 东罗马 还有欧斯曼帝国 那 那边 也是你们 如果去 你们可以看到很多教堂 很多清真寺 很多 之前东罗马 或者是拜扬庭 那那时候留下来的很多建筑物 那 嗯 你们去那边 在教堂 或者是清真寺里面都会看到很多彩色的马赛克玻璃 就是你一进去 那教堂的全部玻璃都是马赛克片的 或者是那些像 就是人像 都是用马赛克平贴出来的 那 那这个因为随着科技的 发达 发展 发展 嗯 你就把它不是一般的石头马赛克片 就把它换成这个马赛克玻璃片 就用彩色玻璃拼贴一个土耳其的 拼贴一个马赛克的作品 不管是灯还是窗户还是一个人的像 都可以 那这个 其实这个马赛克的历史也是很有趣 就是他们一开始他们就是 其实我们这个马赛克的 我们用的这些形状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有用三角形 还有正方形 还有宁形 其实这些都是代表永生 比如说三角形就是过去现在跟未来 那正方形也是东南西北 它也是代表永生 那最开始 最以前 比如说我的家人或者是我的亲戚 我的朋友 他过世了 我们就用马赛克石头的颜色把它切 切完 就把它的照片做出一个人像 就是代表他还没死 就是给他一个永生的感觉 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马赛克灯感觉 就是很舒压 就觉得很 肴肴 就他也看得出来很永生的意思 所以刚刚提到说 如果有亲友 往生的话 我们是用 在纸上用马赛克拼天书这个人的画 还是就是坐在灯上面 没有最开始就是用石头 就是原来的石头的颜色 把它切切切切 就是做出他的照片 其实你们上网查就可以查得出来很多 类似我刚刚讲的照片 要打说马赛克人物照这样子吗 比如说要打什么马赛克人物照 给你们看 你就会知道我说的东西 这个 那它是 这个就是 就是比如像石砖上面 然后把它摆起来 是会弄在架里面 然后面加的装饰一部分 对 或者是在它的公墓上面 会放它的 这些都是石头 你看都是切 小小的切 所以这个就不是马赛克的玻璃 是用石头去拼 对对对 这是最原始的马赛克 所以它一开始 近一点看 它全部都是小小的石头 然后就把它弄成它的照片 这样子 这样弄成照片不会很贵吗 还是 可是那应该是以前人没有照片这个技术 对 然后他们就是想要在譬如说墓碑上面 去纪念这个人 所以才用石头 你看 就一个眼镜弄出来 好多个小小的 因为其实我也在去 我在土耳其去参观那些大教堂的时候 它里面的壁画艺术也是像这样子的 对 马赛克的风格 所以我想是不是从那个时候 就一直流传说 欸 土耳其这地区就有这样的工艺 所以后来就是不只用在这种壁画 人物像上面 后来也就是 把它用在人们生活的必须品 必须品上面 对 嗯 这个灯的上面 这个壁画这个人像 看来真的是栩栩如生欸 就是因为刚刚提到马赛克 大家提到马赛克好像都是 就是比如说 很糊 画素比较低的感觉 可是欸这个 它把整个人的神韵都做得很漂亮 包括瞳孔里面的一些颜色的反射变化 它也用了很多的材質 去做 去做装饰 欸 然后刚刚哈利也提到说 这个马赛克灯 大多数都是几何形状的拼贴 那这个几何形状也不只是单纯为了美观 它有一些永生的意涵 包含在里面 对 是不是比较 比如说像埃及的人 他们会把就是 往生者做成木乃伊去让他 就是可能有永恒再生的意义 那像土耳其的话 就是用这个方式 让他一直是活在家人的心中 那种感觉 没有这个不是在土耳其 这个一开始它的来源 嗯 就是几千年的时候 对 是 那在这么多 嗯 其实我们知道说 土耳其文化是很 有 土耳其的文化是很 悠长的嘛 那我想要请哈利说 嗯 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民俗 嗯 民俗的相关的文化啊 或是传说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嗯 比如说 外国人去土耳其 经常看到的一个 是土耳其蓝眼睛 嗯 不管是大的 小的 对 你在车上还是在家里 还是在墙壁上面 或者是把它弄成耳环 手链 手腕都有 就是 蓝眼睛 就是一个蓝色 然后中间有白色 然后再一个蓝色 这样子的一个蓝眼睛 这个就是装饰 那他的 他在文化里面代表的是恶魔之眼 就是辟邪的 就是 呃 保护你平安 然后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是 如果你 比如说你在学校表现非常好 然后或者是你很漂亮 有人嫉妒你 然后他就用坏的眼睛去看你的时候 这个蓝眼睛就把那个坏的东西把它吸收掉 然后他就会保护你 有点像是土耳其人的护身符吗 呃 对 但是这个是一种迷信 哦 就是不是真的 有 这个东西 就是 迷信 就是我们看 看上去也很漂亮 所以就 就这样 不是真的有这个作用 只是 就是感觉当好玩的 就是这样子 在家里 装饰也还蛮漂亮 所以 其实对你们来讲 你们也知道就是迷信 然后 最后是装饰的意涵不多 对 哦 但外国人去看 应该都是 呵呵 就是感觉 哦 他可以保护 但之前 呃 他们来这边坐灯 我有送 手链给他 然后他 来这边拿灯的时候 他跟我讲 他上一次有戴这个 然后骑摩托车 然后刚还要撞到 然后他就 呃 没有撞到 然后他就说 哦 我是因为戴了这个蓝眼睛 他就保护我 这样子 得到了幸运 对 嗯 有时候这种幸运也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呵呵呵 呵呵呵 我觉得不错啊 就是 不管是护身符啊 或是蓝眼睛 或是御手 其实都是让你一个安心啦 你自己安心了之后 你做事情才会比较 该怎么讲 有把握吗 嗯 好 因为其实 我对土耳其的印象就是 很多工艺品 而且是玻璃 有关的东西 特别多嘛 像是 土耳其的 咖啡杯 它也是玻璃 然后上面有彩绘 然后或是我们今天 比较主要提及的 这个土耳其灯 然后 或是蓝眼睛 其实都是 玻璃的 那我还想请问Harry 土耳其还有没有其他的传统工艺 传统工艺应该是还蛮多的 很多 对 不管是土耳其的书法 或者是木头编辑 或者是 浮水化 或者是其他的艺术 土耳其还蛮多的 因为土耳其 不只是他自己的文化 还有他的伊斯兰艺术 文化也是在里面 所以 土耳其的文化艺术也是还蛮丰富 很多 不管是他的建筑 比如说你去土耳其看看 那些青春色的建筑 几百年前盖的 可是现在我们怎么地震 那些都还OK 如果你要比较深入的去了解 他里面的一些内容 你还可以很多很惊讶的东西在里面 只是我们从外面看是看不到 比如说以前 土耳其有一个青春色叫 那时候我们都没有电灯了 你就用那个油灯 那油灯你弄出来 他会有黑色的东西 那他就把全部那个天花板 不是弄成黑色吗 熏黑 对 可是那个建筑师 就是把周围盖的 把那些 就是他旁边的一些歪歪区区的地方 然后他放这些油灯的位置 然后这个黑的弄出来之后 然后在上面在一个地方结合 然后他再把那个黑色的东西弄成墨水 就是拿来可以写字的那种 那他就会保护他那个墙壁上面 不会弄黑的 那他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可以利用到别的东西上面 其实很多在很多东西在里面让我们很惊讶 就是古代人的小巧思这样子 等于是利用弯曲的壁面 然后去让那个盐他可以去缩线他熏的地方嘛 对 然后最后收集起来就变成书法材料 对 嗯 那刚刚讲的那个浮水画 他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嗯 他也是 就是你在水上面画画 看你要浴金香看哪行 还是你要做一幅画都可以 那这个你放完之后 就把那个纸盖上去盖起来 然后你就可以 把水上面的颜料都会转到那个纸上面 这个也是最开始 比较重要的书 比较秘密的书 它有很多页嘛 然后它那个弄完 把很多页都盖上去 然后如果你从里面撕掉一个 就会看得出来 所以以前也是一种 呃 保密的方式 对 一种保密的方式 比如说我跟你很远的地方 那我要写很重要的东西给你 然后这个过程 那个就是快递源 不会把它撕掉或者是看 所以我们用这个艺术方式来转达 那他看到一片没了 那个画里面就缺少 他就会知道 被开封过 对 原来如此 那像这个浮水画 是不是后来 我看你们有应用在一些 印在比如说丝绢上 对啊 在丝镜上面 就是把它改成比较实用化 那这个纸你盖完之后 你就只能挂在墙壁上面 但是如果你把它盖在丝绸上面 那你日常当中也都可以使用到 不管是当围巾 包你的包包都可以使用 而且完全是你自己画的东西 完全你自己设计的东西 只是上面没有写Burberry 或者是什么品牌 可是实际上都是差不多同样的东西 了解 那像是土耳其灯的制作 然后还有浮水画的操作 好像它的工艺的门槛没有很高 那所以你们以前小时候也会在学校学习吗 或是自己家里面就会做 对 我们高中国中的时候 就是有一门就是手工课 那不管是这个 还是弄地毯 还是其他的东西 我们都有去制作 那我国中的时候也有做地毯 还有做了一些其他的艺术手工东西 还有做这个马萨克灯 地毯是什么 是用编绵编绵编吗 对对对 就是有那个木头的东西 然后你自己颜料 那个土都弄完了 然后自己就会做 一米宽两米的一个地毯 哦 所以这个要很久 哦 要做很久 对 花很多时间 对 手工做的 你一个礼拜做一部分 然后再继续做 再继续走 可能花你的四五个月 现在在土耳其的话 像手工做的这种传统还是很多吗 还是说很多都工产的量产 应该是说变很少 都改成那个机器 对工产 做 但手工做的当然是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那它价格也是比一般的高很多 那像我们观光客在买的 会是工厂做的吗 嗯 应该是 不一定 不好说 要看在哪里买的 就是看的人 如果能看得出 他就会应该知道 这是工厂还是手工做的 其实一看也会看得出来 嗯 Harry有什么小技巧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嗯 没有 这个是平感觉 我看上去就会知道 这个品味是要日常的养成 或是你带一个老司机去 对 就可能要请当地的人 说不定当地的人不一定看出来 就是平常有要接触这些的才会知道 对 其实我觉得 所以刚刚Harry讲的 不管是地毯的编织物 或者是马赛克等 其实我们在Move Lake Art Studio 这边还看到很多 比如说漂亮的杯子盘子啊 然后的一些相关的摆设 那这一块可以跟我们多聊聊 还是 呃 因为 呃 很多人 来做这个之后 他们来第二次 第三次 第五次 之后 他们就会 说 你有没有其他的课程 来我们体验 然后我们就看看 土耳其还有什么艺术文化体验 给他们分享 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这些盘子 这些也都是自己做的 就是它原本就是白色 然后弄完就一颗一颗一个一个 所以这些都是摸上去 它是一个有凹凸的凹凸 就是颜色你放上去 它是一个 不只是颜料 它还有 留在这里 哦 它也是一种诱药嘛 诱料 呃 让它有点厚度 对对对 嗯对 然后弄完之后就放摇烤 然后烤完之后 再把它亮摸 然后给它这样亮亮的感觉 哦所以烤完之后还要再上一个东西 让它变亮吗 对 你看这边就是比较一般的 嗯没有啥的 对对对对 它这边有没有药的地方 嗯 那很多人也是没有兴趣 然后我最近也在研究土耳其的香皂 嗯 土耳其的香皂是 它的油脂的使用比较不一样 它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大巴炸那个市场 我应该有去那个伊斯坦堡最大的那个市场 对对对对 你那边可以看到很多 嗯 水果形状的香皂 我不记得了 因为好久以前了 就是很多 你看起来 真的是 芒果 还是真的是香蕉 或者是桃子 那你闻起来也是有那个水果的味道 嗯 可是它实际上就是香皂 就是给它一些颜料 然后把它弄成比较硬的东西 然后其实这个香皂我们也是 不是使用的 是装饰 哦 你放在浴室里面 或者是在洗手间 或者是在客厅里面放着 然后它就有那个香气 就 就这样 然后你做完之后 它也是做很很长的时间 都可以保持 了解 所以这个香皂它会 比较不一定是传统工艺 它会是比较商业性质考量的一种商品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它也是传统工艺 对 所以它的历史也是蛮悠久的 它是靠土耳其的 欧洲的固分 哦 就是靠近希腊那边的一个城市 美丽的地中海 你差点要去的地方 我差点要嫁为人妻的 去种橄榄处 其实我们土耳其的这个文化 还蛮丰富 是因为历史的关系 那之前乌斯曼帝国也是很狂大 那它最后1923年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从那么大的空间把它缩小 现在的土耳其 那土耳其也是有很多文化 在里面 不管是东欧还是亚洲 还是下面非洲那边的 其实我们土耳其有72个民族 就是你去看到 你会觉得他们 不是同一个国家 就是我们在这边 经常出去玩四五个朋友 然后就是有人问是哪里的 同时我们都是同一个国家 他们都不相信 这是一个就是他们看外表 我们每一个都都是不一样 有些金头发眼神就是蓝眼睛 或者是有些人比较像中亚 有些人比较像中东 那就全部都在里面 所以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土耳其的节目 介绍土耳其的节目 那个主持人说 土耳其到底是在亚洲还是在欧洲 他说两个都是 两个都不是 所以你去土耳其 会看到不一样的亚洲 也会看到不一样的欧洲 没错 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处在一个东西交汇的一个 嗯 接合点上嘛 就是新旧交融 然后 所有的文化都兼容并续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问的很多的 像他们传统工艺的由来 maybe他的来源并不是那么单一的 而是在很多历史上传承下面 然后就留下来 然后接着又可能加入了一些新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才形成我们今天看到土耳其这样子的面貌 好 诶那我其实蛮好奇说 Herry那你是比较 你家是比较偏哪一边的 我家是在靠西部 哦 比较靠脚 我家在棉花榜 棉榜 哦 有白色的那个香雪像一样的 我知道 那边很美 有吃过吗 我没有去 因为那边离伊斯坦堡有点远 对 因为我那个时候只有去伊斯坦堡 是啊 对对对 他就是有点像是那种户外温泉 还是什么的感觉 对对 好想去哦 诶可是他现在是不是有些地方禁止大家进去了 就是他有个户外一个大池子 一个大池子的那个 对他们把那个全部都改成七个区块 然后每天就给一个区块给那个水 然后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部分才可以进去 其他的就是保护起来 保育起来 对因为 我亲戚在那边上班 所以他说 如果你那个水一直流下来 同一个地方 就是那个水有那个一直流 就有那个绿色的那个东西 嗯 所以他们把那个全部都改成七个区块 每天给一个区块一个区块 嗯 嗯 刚哈里讲到说 就是土耳其境内其实有很多的民族 高达大概72个民族 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说 他们分布在不一样的地方 那像Mosaic Art Studio 他除了在台湾以外 他其实在很多地方也有 比如说在香港啊 在澳洲 那我比较好奇说 你们是怎么样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规模 然后你们是一群人在经历吗 还是什么样子 嗯 其实 可以这样说 就是我们 嗯 我之前在大陆 念书 那那时候就是我们 一起上学的朋友 然后我们都毕业了之后 我来台湾 然后有人去美国 有人去加拿大 有人去荷兰 香港 那我们 香港那边的朋友 开启了这个 工作坊 就是他核心目的就是推广 土耳其的这个文化 那我们从这边开始之后 就慢慢也是有其他的课程加入 那我们这些做完之后 就从那边的朋友 也觉得在那边做这个 开这个也不错 那在那边开也不错 所以我们就评估看 其实我们评估完之后 看到不管是亚洲 还是欧洲人 还是美国人 对这个手工艺品 还蛮有兴趣 因为很多人去土耳其 必要米 必要 必要买品 就是必买品 嗯 就是这个 马赛克的 可是很多人 看完之后 不会想 这个自己也可以做 诶对 因为我一开始在买的时候 其实那边都卖很贵 就觉得 哇这个是不是就是 工艺技巧很高超 因为它是弧型的嘛 对 但是后来 我知道这个studio存在说 诶 可以自己做的时候 我是还蛮心动 还蛮想自己做的 对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 诶 原来这个也可以自己动手做 所以我们把这个马赛克的 马赛克灯的文化改成 用 DIY的方式去推广 那我们现在在香港那边很受欢迎 那我们也就 呃 每天都有研发一些新的产品 或者是新的体验课程 那我们在加拿大开了两个 一个在首都 一个在Vancowa那边 嗯 那荷兰那边 所以我们看到 不管是 亚洲人 还是欧洲人 还是澳洲人 他们对这个艺术 还蛮有兴趣的 所以艺术它不分 国界 对 那你们整个team 在run 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发现说 每一个国家 他们彼此的一些喜好吗 或是说 他们这些客人 有特别喜欢什么东西 其实这些 我们也都是慢慢的去体验到 比如说 那边的人 比较喜欢 偏喜欢 用 哪一些颜色 嗯 那我们这边 用哪一些形状 哪一些颜色 其实 都可以看得出来 可是 最重要的是 我们 开了这个之后 我们发现 小孩 比大人 更有创意力 他们做的更快 而且做的也很漂亮 因为 大人 有些人有 选择障碍 他一直看 我要做这个 还是配那个颜色 可是 小朋友就是直觉 他就是看到 拼 拼完之后直接粘上去 那做出来 有些小孩 他跟妈妈一起来 有些小朋友做的 比妈妈更漂亮 所以我们 发现 这个特别 对于小孩 不管是他们的 手艺 不管是他们的集合学 不管是他们的配色 不管他们的 呃 艺术 美术方面的 发展 我们都可以 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也很荣幸 让他们 寄出到这个东西 让他们去 培养他们的美术感 我完全可以认同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那个 有选择障碍的大人 哈哈哈 哈哈哈 对 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Harry 来跟我们分享 他们成立这个 某这个RCD的一些缘由 然后还有他们 在做的一些服务 所以如果下次 大家再经过东门 这区的时候 除了吃小笼包 然后逛永康街之外 不妨跟你的好朋友 或是家人 甚至情侣 一起来体验看看 土耳其 马赛克登的一些魅力 或许你会爱上这个地方哦 那我们今天也想要 谢谢Harry的一些分享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记得每周三晚上七点 准时收听 Bonnie's Talk 品味巴尼玄 那下集的部分 Harry会跟我们介绍更多 关于他个人的故事 然后带我们去探索土耳其 相关的一些文化 历史背景等等的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今天谢谢Harry 帮我们分享了那么多 跟土耳其有关的文化 还有知识 那今天我们也有跟这个 Mosaic Art Studio 做了一个合作 他有给我们的听众 专属非常好的优惠哦 没错 我们会在IG抽出两名 免费体验这个课程的名额 然后最后我们还抽出五名 百元的课程折价券 那详情就见我们的IG咯 Barney's Talk B-A-R-N-E-Y-S-T-A-O-K 上面抽奖咯 没错 要记得分享到社群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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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